祿舍上帝 我们谢谢祢 2017年新的开始 祢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第一天 就来朝见祢的面 我们将这一个一年的开始 就完全交扣在祢的手上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日子 有许多的困难艰辛 但都看到祢的恩典 在我们生命当中 给我们有足够的依靠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路上 也一定有祢的带领自己保守 主行的一年 或许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上面 我们有缺乏有不足 但是我们跟在祢的面前 来祈求祢赐下的事大火水江河 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那灵力的增长 因为当我们越贴近祢心力的时候 我们就因为祢的富足 当我们越知道 祢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地的时候 我们就献上更多的赞美在祢面前 主啊或许环境 或许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世代 充满了虚弃不多 让我们挫折或者难过的事情 但是主我们的软弱之处 有祢显得不高强 我们受伤的地方 我们相信一定有祢的安慰存在 主新的一年的当中 我们需要祢的存在 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一年 新的一年的当中 祢要在每一个人的个人 家庭、事业各方面 都看到祢行那伟大奇妙的事 我们要因此来欢呼来送赞祢 也向世人做见证 祢是那又真又佛的神 主在这个当中 我们也开始学习 要如何做一个跟随你脚步的门徒 在这个过程 我们一定会经历生命的修剪 我们一定会来面临 我们的态度的调整 我们必须要知道你是神 而我们是你的百姓 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你有足够的扶持以及安慰 如你的同在 让我们能够更享用 主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完全的跃脱 完全的顺服 相信祢也赐下那 绝不止息的盼望 在我们的当中 愿这新的一年 我们紧紧跟随祢 紧紧连结于祢 谢谢祢 祷告共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 今天的圣经 记载在以赛亚书 43章1到7节 以赛亚书43章1到7节 我们一起来看 雅各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以你的名造你 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阳过江河 水必不清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子 你的救主 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俗价 使古石和西巴代替你 因我看你为实为尊 为宝为尊 又因我爱你 所以我使人代替你 使别方人更替换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可以离你的后翼 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方距离 我要向北方说 交出来 对南方说 不要拘留 将我的众子 从远方带来 将我的众女 从地籍领回 就是凡称为我名相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 所造作的 我们这时候祈祷的小朋友 我们可以到三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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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那边 再一次跟各位弟兄姐妹 再说一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因为我们通常 我们教会就立年 很多是男父的 南部的大概都会回去 所以我们在新歌礼拜的时候 我们等会提前 来跟弟兄姐妹祝奏 好 那今天在今年的祭律者体育 牧师用了一个 提供叫做主前立约 主前立约 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好 那我们看 我们的那个 周到的第四约 我也要先写一个信实大纲 在基督教的当中 约这个关键很重要 像我们读的就是叫做新约 旧约都是约 那中文圣经上的立约 这个字翻译过来 它出现了85次 旧约占了绝大部分 有人跟人立约 有人跟人立约 也有神跟人立约 那新约出现三次都是神跟人立约 那整本圣经第一个跟上帝立约的人 是罗亚在创世纪的里面 第六章 而主动立约的人是上帝 然后当世上的罪恶 罗亚到放松都 神用大洪水来毁灭之后 那神又主动跟人 派一切的生物立约 在创世纪第九章 我们看到就是以彩虹为继 再也不用大洪水来毁灭 失灭一切 然后接着下来 我们看到从创世纪 第十二章开始 亚伯拉改名 亚伯拉罕 到创世纪十五章 十七章 我们看到上帝如得与 亚伯拉罕与云 亚伯拉罕与云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 在一年开始讲这个云 我相信 我们的生活的经验里面 我们曾经有分明过约定 那小的约定 例如说 我们一起去吃饭 那大的约定 什么是大的约定 婚约 在神的重明面前 立下这样的一个 那个生死之魔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其实 我们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这个约通常是非常正式 非常严肃 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非常重要的正式 可是我们从圣经 尤其是旧约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时候 人怎么样 人把这个约定回换 人把这个约定回换 这样不是上帝给换 是人跟上帝这样约定以后 然后人这样给换 所以在旧约的时代 就是这个约 和我们生活的经验当中 有时候 我们常常被这个约 带来的不是注决 不是保障 而是常常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我们觉得受到的伤害 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神与世人做一个约定 当我们看到 甚至于耶稣基督 祂自己成为救赎 来成为我们最大帮助的时候 有的人因为在经验的当中 他在这个当中 他受伤很多 所以他不敢去相信 有的人因为 就是在世上找不到 这样的一个 真的愿意在完全所约定的人 所以他很快地接受 所以不同的人 面对这个约定的时候 他可能有不同的反应 那在一个牧师 叫做亚非利 亚非利牧师 他说在救约时候 是在摩西山新海山之后 上帝借着摩西搬出什么 搬出了十戒 然后希望百姓能够遵守 就说你们只要守这个约 然后我就会把祝福平安给你们 可是那时候摩西得到这个约以后 第一件事他下来后发现什么事情 他只有上去几天 然后跟他哥哥亚伦说 我们认真等 我要去跟上去看上帝有什么指示 下来的时候发现什么 底下的人已经在干嘛 拜金融度了 已经拜金融度了 好那摩西很神奇 把十戒的失败摔水之后 然后重新再去求 求回来之后 这时候百姓能量 这个不敢再造势 可是我们看到 短短的五十年内 这些的以色列人 就算上帝亲自跟摩西面对于 搬出了十戒之后 这一代的人 他还是进入了无神的状态 无政府的状态 以至于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 神说这一代的人 这一个世代的人 要全部灭绝的时候 你们才可以进入那迦南之地 迦南之地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的约定 神跟百姓要给百姓屠服的约定 你发现了人是满路的 没有办法完成的神 所立的约定 所以今天牧师代理 在用这个主前立约 就是要告诉我们自己 就是告诉大家说 在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来遵守每一个御法 我们活得很痛苦之下 神借着耶稣基督 设立了赦免和恩典的约 设立了赦免和恩典的约 那从旧约一直到耶稣基督 我们都看到第一件事是 神主动找人 在我们这里 可能林达老可能有经验 以前外国宣教士 或者那个老一辈的 他们那时候教会 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你们知道他们去哪里 传福音 或者要召集那个村庄的人 去哪里 还是去榴梁 就是去庙口 敲锋打鼓 大家帮忙 有个儿子不见了 有人的儿子不见了 有人儿子不见了 有人儿子不见了 大家说谁谁儿子不见了 然后接着下来是什么 上帝的儿子不见了 上帝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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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个当中 他们就用这样一个 谁的儿子不见了 然后就借着这样的方式 叫做原来上帝要找回他 私上的儿女 上帝要找回他私上的儿女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在旧约和新约里面 旧约上帝一次一次的出手 拼了以色列人的苦情 救赎他们 那在新约 像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 在耶稣在那个 圣灵最后晚上的时候 祂说什么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所以耶稣自己主动愿意做这件事 祂说这是我立约的血 并不是我们要求 耶稣你要替我们做这件事 不是耶稣知道我们没有能力 所以耶稣说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 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 能够使罪得赦 所以主耶稣祂的降生 就建议在这种赦免和恩典的上面 我想我们有时候 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 身为一个人 好像没有办法坚守与神所立的约 今天是今年的第一天 有没有看看你的 代表你的笔记本前几年的 有没有常常 前面一页两页三页七的慢慢满 第四页生一半 第五页第六页挂 后面变成金钻子 然后常常 就告诉自己 计划赶不上变化 变化怎么样 比不上老海的一句话 或者说可能要读书的学生 就是那个计划赶不上 读书计划赶不上什么 抽屉你的那两项的漫画 漫画看下去 所以我们就发现人的有很多的当中 常常没有办法来很确实的 来跟神的冤定 我们一起遵守下去 所以罗马书8章第一节 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救福弊罪了 因为是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 那在老前点 罗马书7章25节中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保罗在这个当中 他说我这是苦啊 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 这取死的身体 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知道一件事 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远勇的力量 要胜过这所有事上一切的魂马 一切的诱惑 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我们能够悔改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然后让祂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 在纪念小朋友的一个圣诞剧 叫做超级好朋友 那其中有一幕 就是他们四个超级好朋友 他们知道合作的重要 他们知道互相帮忙的重要 他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可是他们发现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胜过 他们要面这个玩具大道 好那时候呢 在剧中代表耶稣基督的 这是一个叫Supermaster的表现 他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应该遇见过这一句话 他说只有材料还不行 还需要什么 只有材料 材料是不够的 还需要我 还需要一个厨师 这位厨师 没有错 弟兄姐妹 我们王沃尔在信仰上 我们读了圣经 我们跟主亲近了以后 我们绝对有历练 我们觉得 我们有时候觉得说 我们已经有这个炮 我们已经有这个历练 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个世界了 可是当我们拿着武器 像刚才师母说的 那个公立座的复兴禁 然后平安 福音座的邪 然后真理的复养 但是这些的东西 如果离开了神的同在 离开了神的同在 那这些的东西 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往往在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了神力量的伟大 但是我们却生命 没有办法跟它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知道 第一点的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约是无法隔绝的爱所构成的 它绝对不是一个 我们可以具体具象去把它 变成一个武器 或者一个像刚才师母说的一个装备 这是因为耶稣基督 与我们生命所发生的连接 而这个连接呢 让我们随时软弱的时候 靠主可以刚强 在我们依朝的时候 靠着神 我们可以度过这所有的一切过程 所以弟兄姐妹里面 除了有一些在教会聚会 就是有弟兄姐妹 有提过这个故事 但是如果是第一次来的 那有一个人 他就是在沙灘上走 他是一个基督徒 走的时候呢 他发现 哇这个沙灘上的脚印 好像他一生的血跳 有时候他很快乐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步伐是很浅的很轻的 他知道他是这样跳着走过那一段 可是有时候那个步伐很沉重 很小步举步为节 可是当他看到原来他的步伐当中 他有时候一个人的脚印 有时候两个人的脚印 他知道原来神都一直在他旁边 可是他看到他生命中 最艰难的时候 只剩下一双脚印 只剩下一双脚印的时候 他就跟神抱怨说 神啊你看看 在我生命中 最困难的时候 你离开我了 好你没有跟我们在一起 可是神回答他说 看一下 你的脚是二十四号的 你看那个脚印是三十一号的 那个几号几号 那是我自己讲的 那是我的脚印 不是你的脚印 是的 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 爱到现在自己的生命 这种的爱 是没有任何的时空 没有任何的时间和距离 或地点能够改变的 没有 所以圣经里面说 掌权的永能的 现在的事 将来的事 高处低处 是别的受到 都不能让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因为这爱是在我们 主耶稣基督里面的 感谢神如此的爱你 所以我们可能就面临 在生日当中非常困苦 非常难过的那一个时刻 比耶稣 他念不担负所有的重大 担负所有的重大 好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约 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约 神主动来找我们 而建立在耶稣基督 赦罪的恩典上面 而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 是永远无法来得主的 所以我们已经清楚知道 神要给我们立一个约 是这样的这样一个约 所以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生命 来立这样一个约 立这样一个约 好 那在旧约的时候 有个先知 先知叫做耶利明 那耶利明先知呢 他那时候他的百姓 受到了外邦的欺负 然后耶利明 他就像以色列的百姓说 你们这些被告的儿女 回来吧 因为我要做你们的丈夫 上帝跟百姓说 你们回来吧 我要做你们的丈夫 其实上帝就发出一个就是说 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会保护你的 我会保护你的 就像一个丈夫来保护他的太太一样 然后呢 我们看到路德跟他的婆婆 拿尔米 那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他跟那个拿尔米说 不要推我回去 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处 我也在哪里住处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 也藏在那里 不非死了神灵我相灵 不然愿耶和保重重的降伐于我 好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当耶利明在呼喊这些背离的百姓说 不管你们做了什么事 上帝对你们就像一个丈夫爱妻子一样 不管你做什么 但是上帝会守这样的颜约 然后呢 路德 路德这个外邦女子 虽然他的丈夫死了 他的公公死了 他跟婆婆 婆婆要回去原来的本乡本族 但是他跟着婆婆的时候 他说我相信那耶和华上帝 一定能够保守我 所以他说如果我不跟随你 我不跟着你的话 愿意的上帝 这样重重的来处罚我就对了 处罚我 好 那这个我们刚看的 这一个就耶时代耶利明的平函 或者路德的心声 我们来对照一下 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当中 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 看到很多不敬前的讯约 甚至于开玩笑 选举年的时候 谁最喜欢做什么事 艺人最喜欢去庙的当中 打鸡头 如果那个我怎么样 我全家齿光光常常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常常去买东西 去乡亲买东西的时候 有以前买蜂蜜 都写一个很大砍砍线的 不准怎么样 砍头 然后你真的买了很多 老板这是假的 这个就是糖水泡的 砍头 好没问题没问题 我去抓那些蜜蜜 蜜蜂 把那个口砍下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说 这一个世代 这种的世面有时候像垃圾一样 我们看到很多的社会 新闻 不管是有钱的一些人 或者一些年轻 他们看待婚姻 就好像垃圾一般 有时候三个月 有时候几天 他们就把这个婚姻结束 而且很快的就开始了另外一段的恋情 你现在如果我问你说 你记得你是哪一年 哪一日大概几点 跟你的太太或跟你的先生 我说的时候就结婚 说婚约成你记得吗 2002年9月28 大概早上10点半左右 在台南神学院的礼拜堂 你还记得你什么时候 悔改系的吗 我记得我是1990年 1990年5月23号或24号 那一天晚上8点多 我自己在自己的房间 但是说真的有这一位神告诉我 为什么我的夫妇 我的夫妻那么爱你 1996年4月28号 我在25号我参加新竹 在新竹圣经学院 因为有板筹林两堂他们办的课会之后 过了三天 我在那时候就是下期决心 要不时绝约 2004年 2007年 2004年是下去 2007年5月20号的早上 我在欢迎教会 然后在会友和上帝人目前 来试约要走这一条 传道的道路 所以弟兄姐妹 你生命当中 你生活当中 这些与神立约的时刻 你有没有常常记起来 作为一个传道人 其实太乎的 不是一个教会的大小 也不期待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有没有什么很棒的设施 或者日期的一些的待遇等等 待遇的一件事情 就是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相同的看见 有没有相同的行使利益 我们能不能同工 我们能不能同利 能不能在牧师讲道的当中 所分享上帝的道理 是能够在所做的事工上面 让弟兄姐妹能够反应或支持 就像圣经里面说 我们都演一出戏 在给天使观看 我们世人在演一出戏 让天使观看 但这出戏不应该是独角戏 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 牧师在这边 会将教会所有的事工 为什么如此做 和当初这边教会 领受到现在所做的事 如果在这边教会久久的弟兄姐妹 都知道这件事 当时这边教会领受 开创的时候 这16个字 走出教会 进入社区 领受分店 非常舒服 所以在牧师所做的这些事工的当中 一直在看 我们也没有违反了当时领受的这个使命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个教会所做的事情 常常是没有办法很获得支持的 为什么 因为所做的大概都是比较消耗 什么叫比较消耗 例如我们圣诞 我要讲 我们圣诞剧出去杀同志的工作 我们进去了 马可波罗二旗 我们进去了 星河 我们进去了 密宝经典 我们进去了 香榭尊敌 这四个社区的当中 从前几年 如果前几年做唐人的 就知道 我们是去那边 刚刚演圣诞剧 他们在节目经营当中 我们进去 演了圣诞剧 演完就出来 我们是人家的其中一个节目 到今年 刚刚所念的这四个社区 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他们都是说 什么是他们要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全部都交给你 他说那我要当当 可以 我们要唱教文歌 可以 然后 在这个当中 可能要会唱耶稣 我们里面的歌 都是耶稣 可以 那如果问一下 为什么可以 因为我们教会来 带着这个晚会 就让人家觉得 圣诞节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感谢主 我们能够慢慢的 在这个社区 这样去过走 那包含生命教育 包含我们的披补班 必须在这边 跟弟兄姐妹所讲的是 我们的教会 所做的这些的时空 不是一个主教 但是在我们附近的这些教会 如果我们对外 打种的功能 我们的教会是 一个人的主要 神给我们交通 或者这些教会说 你受的就是如此 这是一个约定 这是一个约定 在 在 很多很有名的约定的当中 我举一个历史人物 这个历史人物 他是阿拉伯特 巴基斯坦 那个解放游戏队的领导人 阿拉伯特 1974年 那是我两岁 10月15号 联合国大会 然后那时候阿拉伯特 46岁 然后他 到了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因为他那时候 为了国家民主的生存 他没有办法 那个 就是娶太太 或者生小孩 他站在展台上说 他在1974年 10月15号 联合国大会 在那里 他站上展台的时候 在展台上说 我娶了一个名叫巴勒斯坦的女人为妻 我娶了一个叫巴勒斯坦的女人为妻 所以他跟世上的人所见的是 他投入一生的生命 为了就是要让人家知道 巴勒斯坦 这个民族的存在 这个民族的存在 所以最后 我们要来看的是 如果 就约 耶利米的呼喊 路德 他的心声 以及大家我所分享 不管在你的生命中 或者牧师 大家所分享 在我生命中 那些与神 所立定 约定的时刻 其实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 让神 能够从我们一生的带领 以及帮助 所以最后 第三个部分 在2017年 第一个主日的议约 在这里 我想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往这几个地方 来努力 第一个 固定的民族生活 固定的民族生活 就像吃饭和姑息 我们自己 和我们的孩子 都有做过那自然科学的实验 有没有 老师他给你几颗红豆 几颗绿豆 回去要干嘛 補手养菜 到最后 妈妈去市场买一把 好了 使用了石头光弯泡 太多的选 或者太少的选 或者那一样的 因为没有塞感光 所以我们 灵里面的生命 就跟我刚刚说的 那个科学实验一样 你是有时候 暴雨暴死 一下子看很多 然后一个礼拜没有看 那还是一样会烂掉 所以要把固定的民族生活 当做吃饭和姑息 那有人就直接说 祷告和姑息一样 说别忘记祷告 你会不会忘记姑息 不会 那读经呢 读经就是吃银梁 所以只要忘记吃饭 那谁要跟他太胖 然后忘记吃饭 所以要读经要达到 所以第一个 在经理当中 分析说 我要如何固定的民族生活 第二 对神话语的渴慕与顺服 对神话语的渴慕与顺服 不是平民真大 你印象当中 有没有你很欣赏的一个老师 什么叫你很欣赏的老师 你很欣赏的老师 你通常会做什么事情 像我们里面有美萍姐 美萍姐她应该很多的老师 很多学生有时候会很崇拜她 很欣赏她 你欣赏一个老师的时候 老师跟你说 哇你好棒 你会怎么样 你会很高兴 然后你会把应该做的事情 做得很好 所以那 你欣赏 欣赏就是一个可慕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真的欣赏你的神吗 你欣赏你的神吗 你这个愿意跟他说 神啊 哇你太棒了 你是超人 你是我的偶像 我很想要亲近你 因为唯有女神 很想亲近神 你很想靠近他 你把他当作爱动 你把他当作偶像的时候 他的话这里才能做 不然的话 我为什么要听你呢 为什么我自己不能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呢 对神的话语可慕的时候 就像你欣赏一个老师 但老师跟你说 哇你这里应该要怎么做的时候 你就讲 好好好 我再去改过 因为我想要得到 还是变成的成长 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不可慕 其实你不可能就不可 因为你会发现 你会觉得不是发现 你会觉得神的话 对你来讲是主爱 是限制 但是 一个可慕神话语的人 就能看到神话语当中 要带给我们生命的成长跟帮助 而那些我们认为是限制的东西 其实是让我们免于对的瑕疵或者生命的上司 第三个 肢体真实的连结与福祉 就是彼此相爱的弱势 肢体的真实连结与福祉 彼此相爱的弱势 在今年可能每个礼拜 我们是不是有说轻松一点 例如说过年前我们用一些题库 这些题库就是说我们彼此的肢体 我们能够了解 例如说题库里面有说喜欢什么动物 每一个人喜欢什么动物 然后每一个人喜欢什么颜色 他爱吃的青菜爱吃的一个菜色 礼拜完的时候 那看我们肢体到底有没有互相关怀 那准备一两个小礼物 例如牧师问 好 让我们有前面经过一两个月的酝酿起了 好 请问一下慧容喜欢什么颜色 我们就来谈他 看谁是真的有去关心他 有去了解 当然我讲的 这个叫做肢体真实的连结和支持 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这是一个开始 其实在我们当中我们都知道 许多的人他有蛮不错蛮多的连结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点 变成现变成面 能够彼此的 能够落实在我们的当中 好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对内努力的目标 最后一个是求恶门徒 为什么这个要放在最后 因为小礼物很大 这个成为门徒的话 就是刚刚上师母的敬拜太美的说 必须要变成一个军队 而这个军队呢 什么叫做军队 军队就是一个秘密的工作 但这个秘密的工作 不是牧师下 我说的不是牧师下 就是说行事上 我好像现在指挥这个军队 但是重点是 这个军队是能够清楚的明白 神给我们看到的相同的意象 所以最后一个是成为门徒 是我们今年也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直接翻开第七页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其实在2月份 2月份的我们来看一下 2月份12号第七页 这里有学个 多加淡淡教会 NPS门徒训练 然后有学个LC 圣经木门 然后我们来看 2月27号28号 但是我这个时间是暂定 但是我可以 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因为27、28号是我们26、25 本来就放假 所以多了这两天 然后28号完了以后 你看3月1号、2号、3号 就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上三天班 他就放假两天了 那我讲2月12号、27号 我们看到一个叫做门徒训练LC 然后圣经木门 然后一个叫门徒训练IC LC和IC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 一共有10个不同的学习的课程 但是LC是属于每次十堂课 一次大概是一个小时多一点 不到一个半小时 L 那么IC的这些目击的课 大概是两天的 所以LC跟IC就是淫秽式或者说课程式的 那在这个部分就是 某个必须要去做一些的装备 那我们希望就说 英雄姐妹先心里有一个预备 这所有的课程上 我们大概就是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这是一个全面性的 包含你对圣经的基础的了解 你传福音的基本的 或者小组的执行的当中 那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是来为之后 来做一些的一个比赛 做一个比赛 好 那最后牧师结束 再结束的就是 我们所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在今天 今年的第一天 我相信你们和牧师 我们都有一个 放在心里面的一个 想要分享议约的一个部分 那我在这边就偷偷分享一件事情 为什么叫偷偷分享 因为是我偷偷听到的 我们的小朋友 昨天有一些小孩 他们就是说 或许九月份 你有说过今年跨年 可以再教的顺 我说是这样 但今年跨年 一般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如果跨年 它是不是在刚好 你拜六拜天 教会通常会比较多的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两天 好吧 来教会祷告 跨年完了 隔天可以好好休息 可能像这一次有三天年假的 如果遇到礼拜六 礼拜天 很多的教会生在礼拜五 或者他们就举行了这些活动 为什么 大家在这几年的台湾 都跑去跨年 就比较没有教会里面的活动 可是昨天有几个小孩 在这里面的时候 有个小朋友在里面的时候 过了十二年多以后 他在这半年来 两天以教会 大家比较活性 以后 他餐厅比较多 还有圣诞剧的表演 他就问其他 他说 新的一年开始了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他问到我为主 我问了 怎么 人都什么 对啊 新的一年 有什么 你生活中 他讲完了 生活中的计划 以及在信仰上 那个跟上帝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我会觉得 没有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 不是说没有 我们会一起计划 他只是这两天还干嘛 这样 来 我们慢慢的来看 信仰说 结果 我跟你讲 我新的一年 我决定 我不要得罪上帝 我要做上帝喜欢的孩子 因为去年 我有很多时候 我知道 我做的事情 上帝不喜欢 所以在信仰的一年 我立志 跟上帝的关系就是 我不用得罪上帝 一个小孩子 单纯的信仰 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我这样想起来 尤其会觉得激动 我说 孩子就这么感受 不是说 我现在不再笑他做 做得到做不到 不是 他那么单纯 他就在神的面前说 神啊 我得罪你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的当中 我能够在你的面前 能够得到更多的喜欢 或者赞赏 当然我们知道 神不会用这样 来喜欢不行 或不喜欢一个人 但是我们去看到这个孩子 非常单纯在神的面前的立志 所以现在一年 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立志 可能跟我们老年 大同小弟 但今年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约 把这个约起 更加的肯定 每当我们看到毁约的时候 怎么叫快要毁约 我们每天要读圣经 一天没读 两天没读 三天没读 千万不要让心里的声音 胜过去说 你看 还不是一样 跟去年跟前年一样 不要听这个话 你赶快再回到神里面 神啊 我这两三天没读 我也可能没办法 把那三点天补回来 但你让我有信心 你让我恒心 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见到好不好 所以不要让心里面 那一个负面 来自魔鬼的声音给打开 相信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就算没有365天 减一半我跟你讲 180天 你都有读圣经 我相信你会不一样 也会不一样 就像我跟孩子们说 你每次考试都要进步一分 你第一次考虑一分 你第一百次 你怎么样 你还是可以考虑半分 所以我相信 在新的预言当中 神带领我们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信仰 在我们工作 各个领域 都看到他的同在 以及他所做伟大奇妙的事 我们同心来打算 按我的父神少帝 我们来心感谢你 因为 在我们本来历史 的一个爆发之下 你重新 将我们的契约 违约的部分 透过耶稣基督附上的改正 让我们再一次恢复与你的关系 今天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恳求你 让我们再次与你立下这生命之约 而这生命之约 就是在我们 如期无刻 遇到艰难 灾祸 困苦的时候 都能够相信 你一直在我们身边 相信在这新的预言当中 必有你的恩惠 平安 相随 让我们 经历你 同在 的 奇妙 以及安慰 在里面前祷告 共祝月初之后 是说我们一起来唱 甚至我们来唱第一节 看第五第六节 我们唱三节就好 第一节第五第六节 我们请起立 来唱一五六 你一声 就来唱一声 点掌 一天一落丢丁心 人难一落我心 求主要我我心心 愿意大行所得罪 求主我我所尊心 求主我我所尊心 无人心人不全方 一一刻主天无心 今驾天路无人心 天无明天无泽心 天无人心 天无人心 阿们 Zither Harp